接著請許鈺仁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邀請蘇院長還有金管會僱主委 還有財政部蘇部長上台備詢 請蘇院長 顧主委 蘇部長 院長 早 喂 你好 請問院長你知道數位服務 跟5G通信最核心的技術是什麼嗎 我就請專業來回答 5G跟 沒關係 我講四個重點 身分認證 個資保護 全線控管跟作業安全 今天本席要求這四個重要的議題 跟各位討論台灣目前最關心的科技環境 院長你知道美國為什麼強烈抵制華為的5G設備嗎 5G的速度比4G快10倍以上 所以誰掌握5G世界規格的主導權 誰就能夠主導下一個世代的科技發展 成為真正的強國 所以美國千方百計要把中國大陸5G華為的規格給打掉 所以我問一下院長喔 如果中國大陸力推數位服務局5G的應用 對民眾生活跟個人隱私有什麼影響 這個你有想法嗎 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對於科技進步都是非常鼓勵跟歡迎 但涉及到國家安全 自動安全等 政府絕對有責任要防守防護 相關的專業 中國大陸擁有全世界最大的CCTV 在過去他們透過人民公社人盯人的方式 但現在CCTV透過人臉辨識跟數位平台資料來監控每一個人 那5G的通信呢 可以讓CCTV的系統更加快速更加準確 馬上找到人在哪裡 所以呢中國大陸現在用這個社會信用系統的評分依據 5G再加上電子裝置還有數位平台的廣泛應用 個人幾乎沒有隱私可言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魚鋼你的金魚 牠有隱私嗎 24小時都暴露在你的眼前 你再看看牠們 牠們有隱私嗎 魚鋼 因為長相懂不懂 你我還有在場的各位朋友都像魚鋼裡面的金魚 中國大陸的數位平台用來購票付款 基本條件就是要人臉辨識 還有平台資料做比對 臉部辨識就是要搭配這些CCTV 才做得到人民必須要沒有隱私才做得到全面的人臉辨識 院長 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 要不要宣誓不會這樣做 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國不只是人臉辨識 他說從後面 整個身體知識等等也都是有辦法辨識了 這就是我擔心的齁 政府在執行我國政府 執行國安監控的系統 其實跟中國大陸一模一樣 不用五十不效百步 尤其是金款會財政部啊 還有中央銀行所推的手機支付 恐怕都是中國大陸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技術 甚至於差的更遠 我問院長 高速公路上的ETC的收費系統 是不是也像中國大陸的CCTV一樣 在取得行車資料還有影像資料 這些資料歸誰管 誰擁有 跟委員報 我想這個都要有個資保護的一個適用 所以我想我們跟各自的保護 相對於中國大陸對隱私的這個重視 我想我們是絕對高過於他們很多的 好 院長 我希望你就正面的來回應這個 我們必須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還有個資保護 我們民主國家跟極權國家不一樣 就是同一個科技 我們是用來服務人民 他是用來監視人民 好 那控制 院長 我再繼續講 美國跟中國大陸貿易戰 在數位時代爭奪的重點 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一個合理公平的投資環境 那重點就是在智慧財產權 跟強迫性的科技移轉 如果美國用一樣的 對付中國的方式 對付中華民國 院長你怎麼辦 過去美國用301條款對付我們的痛 你不能忘記嗎 那我要求政府強力宣示 並且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 這點你可不可以同意 每一次這先進國家包括美國 跟我們談的時候來見我等 都是第一個都談這個 政府 我們先進國家台灣也重視智慧財產權 現在美國跟中國在談的裡面 也是最大的爭執也都是 中院長最重要是我們要say no to copycat 因為在下一個階段中美大戰唯一燒到我們身上的就是智慧財產權 摩根大通已經被起訴一百多件 日本的商業銀行也被起訴了上百件 下一個台灣要小心 數位經濟是以金融掛帥 請問什麼是fintech什麼是techfin 如果院長不知道請副主委回答 我想委員因為我們對於fintech techfin我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都討論過了 所以我想這個一個金融科技 從金融要導入科技 那如果你講techfin的話 那大概可能有人是講說techfin就是以科技為主 然後進染到這個金融這一塊 主委不管是fintech或techfin 你都不能夠把金融給放掉 你都不能把finance給放掉 你如果金融這道的監禮沒有了 門戶大開市場秩序大亂 就不用監禮了嘛 那不用監禮的情況底下 你就乾脆交給法務部管理就好了 那你還需要學法人來管金融科技就好 那你還要管金融科技做什麼 所以委員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我們對金融建立這一塊 你要有一個負責任的創新嘛 對不對 你不能夠完全毫無上限的這個去做 我在不同的場合一直在宣示的 院長 我們要推純網銀跟open bank 最重要的是身份認證 請問一下身份認證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一個數位的方式來進行的話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不可否認性 K.Y.C.W.A. Know your customer 請問一下你知道什麼是 U.I.V.嗎 U.I.V. 你剛剛英文是什麼 U.I.V. 對 不知道 U.I.V. U.I.V. 對 就是顧客身份認證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兩個階段 你不能把它搞混了 主委請問一下你金管會裡面有科技背景的人嗎 金管會有能力管好金融科技嗎 金管會我想一再的努力的去宣示我們要導入金融科技 我們對於金融科技的這一塊也隨時在跟業者做溝通 我們也隨時在加強我們的監管能力 你們沒有科技的背景 為什麼一直在主導tech的東西 你提出的鯉魚計畫 我看像泥丘啊 泥丘像是專土啊 隔遠 你的不夠專業 然後會把中華民國給搞垮 院長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國家的數位經濟 最重要就是數位金融 金融垮了國家就垮了 委員這個講話不公平吧 你要具體的講說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 所謂搞垮這件事情吧 就是你在你的團隊裡面 到底對於科技跟監理這兩件事情 你有沒有在倡議一個負責任的創新 到時候連金融上的門禁沒有了 不用拿掃把 敵人就長驅直入了 是不是 所以委員的意思是 負責任的創新 好不好 負責任創新是我們共通的語言 院長 這個是什麼 印章對不對 印章可不可以拿來做身份認證 可以嗎 不行 對不對 印章不能夠做身份認證 因為印章很容易被復刻 那我們現在呢 但是簽章在民法上是一個 是一個跟簽名同等的一種方式啦 所以但是呢不能夠作為他唯一的一個一品 那所以在數位金融上面也同樣要反應這樣的問題 是所以 主委這件事情我就是要你關注的 這件事情要好好的去看 在數位認證上面 該用什麼樣的技術 你有沒有有一套想法 這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 我也想 數位認證上面有很多很多種的數位認證的方式 所以我想 包括我們現在自然人憑證也是一種數位認證的方式其中之一 那包括就是在網路上 包括在手機的行動載具上 有關於做一些身份辨識的特徵也是一種身份認證 那現在可能進一步 身份證也要導入有關相關的一些晶片的系統 相關的技術啊 你一定要嚴格把關 不要用在過去前幾代就在用的技術 院長你同不同意創新是台灣的關鍵 當然 而且台灣的創新在世界上 排名是非常前面的 創新的話你就要嚴格的保護智慧財產權跟專利權 那一定的啊 好不好 過去啊我們的技術都是我們自主的 站在中華民國的角度 還有高度來規劃 好規劃完之後呢 再談需要用什麼樣的專利和技術 國內自己有採用 並且扶植國內的廠商 如果沒有才會跟國外廠商買 現在是能規劃的年歷都沒有 更不用談分析跟可行性評估 那沒有這些能力 你儘管會怎麼去管理 過去是我們輸出 現在我們是拿別人十年前的技術在用 所以這部分我們要好好的 來去做一個關注好不好 市長 委員你講的是一個評論 但是現在你是要講哪一件事情 或者怎麼樣 讓我們可以來說明 我現在就是講說 我們在推動Open Banking 還有存晚營的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還有專利 財政部投資那麼多光股行庫啊 政府也指派那麼多光股行庫的領導 有沒有尊重智慧財產權 還有專利 如果有侵犯智慧財產權 院長你是不是要延辦 我想我們公股行庫都會尊重智慧財產權的 院長你衝衝衝 我相信如果有侵犯智慧財產權 你一定會辦辦辦 延辦 數辦 還有爭辦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下一個階段 當世界的專利大戰打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被變成這個抓起來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你重視這件事情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的智慧財產權三法 包括專利商標跟做權威法 我想都是跟逐步在跟國際接軌 尤其我們最近要加入CPTPP 我們也正在修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的法令 都是在跟國際接軌 這些事情你要以院長的高度去注意 我跟你今天算是提出一個比較嚴正的一個警告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相關的事情會發生 那我希望在你的高度的領導底下 重視智慧財產權跟專利 你下面的人 經管會財政部 還有其他的光股行庫 這些東西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創新 好不好 好 院長 現下有幾分鐘 我想關注一下幾個 我認為很重要的議題 尤其在最近 最近的兒哲平傳 兒捏的事件平傳 兩位請回 院版的修正案到底何時會進來 今天我們已經到這個會期 已經快一個月了 請問一下院版的兒捏的修正案 什麼時候會進來 我們相關的這些作業我們都進行 而且相關的法律也有在貴院 那我們相關的這些情形 包括修行法及相關的法律 會在一個月內提出院版 以前政策的作業 都有 我現在要求你具體承諾 因為這事情社會有非常大的關注 已經送到貴院 也請貴院加速審議通過 我希望院長以你院長的高度 讓其他關懷這件事情的民間組織也能夠參與 所以院長在這邊要承諾 力求防範兒童授虐世界的發聲 並且給予社會關懷工作者一個有著力的空間 並且安全待遇都受到保障的工作環境 可不可以去理承諾 對 好 院長 我最後希望談可能過去30年 台灣目前遇到的困境 我相信你有能力帶領台灣走出這樣的一個困境 1949年到1970年是求生存的台灣 1970年到1989年是奮鬥的中華民國 1989年到2000年是有信心的中華民國 那2000年以後呢是失落了台灣 院長啊 我相信只要你辦辦辦 辦得好 不要把泥丘當碾魚 你要你要真的拿出你的魄力 下面人在做什麼 你要用最嚴格的這個態度去要求他們 政府呢就不會垮 因為我希望中華民國繼續成長茁壯 而且院長請記住你是中華民國的院長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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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